在感言部分日和牧师分享中,原来神在圣经中摆放在一个贯彻子中的信仰陷阱, 用来测试每一个信主的人内心的真正信仰, 甚至刻意用来伴到那些心术不正的败类。 这个圣经陷阱是什么呢? 首先,我们看看日和牧师从初信开始,已经最喜爱的经文, 并且是网上灵修节目栽在溪水旁明治的来处, 即诗篇第一篇第三节。 诗篇一篇三节,他要像一伙树栽在溪水旁, 按时后结果子,叶子亚不腐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 当然,借着日和牧师过去多年分享的信息, 我们知道神对人最终极的心意, 就是基督徒以生命圣灵的果子, 成为一位性格上似神的人, 没有任何其他人生目的和利益, 可以放在结果子之上。 换句话说,任何人因为任何原因, 无论是因为想得到明星、金钱、成就、权力、高升, 甚至是别人的称赞和拥护, 而降低结果子的质和量的话, 都是完全违反神的旨意, 与神的心意背道而驰。 就如施石月汉曾警告法利赛人, 虎子已经放在树根上, 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斩下来, 雕在火里。 但经文中,不单只提及结果子, 亦提到树上长出的叶子。 然而,叶子是什么呢? 叶子是一伙树得着养分的重要部分, 并且,一伙树的叶子和栅子, 是令一伙树变得非常显然的原因。 如果一伙树没有叶子, 看起来就会很凋零, 失去令人欣赏的美丽和荣耀。 所以,如果果子是对比性格, 这样,叶子就是对比成就, 金钱、恩赐、能力和荣耀。 另一个人因着神赐予的能力和付足 而得着好处, 就如叶子是供应树的养分, 以及显示树的美丽形态一样。 但是,如果一位基督徒, 甚至是一位牧师, 看人生长出的叶子, 是比结出的果子更为重要的话, 甚至是单单看重奖出的叶子, 即是,看利用信仰得着肉身好处和利益, 比性格上似神更重要的话, 其实,这个人是活在极大的咒座中。 就如有华牧师在近期主日, 及第一代识一家聚信息约翰福音分享到, 在二千年前, 主耶稣被钉十字架前六日, 进入耶路撒冷之后所做的一件事, 就是咒座子掌叶子, 不结果子的无花果树, 证明神必定会奏座那些体成功和荣耀, 比拥有属神性格更重要的人。 这种人在天国里根本毫无价值, 神亦不会让他们进天国。 马赫福音十一章十一至十四节, 二十至二十一节, 耶稣尽了耶路撒冷, 入了圣殿, 周围看了各样物件。 天逝二晚, 周和十二个门徒出城, 往八大离去了。 第二天, 他们从八大离出来, 耶稣饿了。 远远地看见一火无花果树, 树上有叶子, 就往哪里去, 或者在树上可以找着什么。 到了树下, 竟找不着什么, 不过有叶子, 因为不是收无花果的时候。 耶稣就对树说, 从今以后, 永会有人吃你的果子, 他的门徒也听见了。 早晨, 他们从哪里经过, 看见无花果树连根都枯干了。 彼得想起耶稣的话来, 就对他说, 拉比请看, 你所就座的无花果树已经枯干了。 在神眼中, 唯一着重的只有果子, 因为只有属神的性格, 是经由我们自由旨意所作的一切抉择而生长的。 当我们在艰难和磨练中, 仍愿意信服圣灵和良心的声音, 作出合真理的决定, 即使有所牺牲和付出, 亦在所不计, 甚至眼见跟随神的带领, 根本不会带来回报和成就, 只有损失, 都仍愿意去做的话, 我们生命中就会结出一个又一个圣灵果子献给神。 就如圣经所说, 我们要往下扎根, 往上结果, 而不是往上掌业子。 因为业子代表的能力, 成就和荣耀, 都是神的恩典, 是神的工作, 不是人类的能力得利, 亦不是人能够自己赚取的。 所以, 子掌出业子, 并不会得着神任何掌赏和称赞。 而往下扎根又是什么意思呢? 而同诗篇第一篇所说, 当我们在神供应的活水中成长, 就是借着吸收神的话语而成长, 并且在好土里面扎根, 就是拥有一片好的芯田, 并结出三十倍, 六十倍, 甚至一百倍的果子, 我们才会得着神的掌赏和称赞。 然而, 现今普世基督教界所强调的成就, 能力, 恩赐, 金钱和名誉, 是属于这一棵树的什么部分呢? 没错, 就是业子的部分。 这样, 为什么神又要给我们业子呢? 就如各种圣灵恩赐, 是让我们直行出各种神职, 接触更多不同阶层的人, 令他们留意神的工作, 直此带领他们认识神。 以往, 你可能被才能所限, 只能够带领一间三十人教会, 不能够为神完成什么大成就, 但是, 当你拥有畴遇知识、 才能, 甚至领导才能之后, 再加上圣灵的恩赐, 你就可以带更多人信主, 建立一间更多人一同参与神时代计划的教会。 又例如, 当你拥有更多金钱, 也可以帮助你开展更多福音事工, 聘请更多同工一同侍奉神, 托展天国。 但这一切才能、 成就和工作, 在神眼中只是业子, 而不是果子。 如果有人能够成就很多丰功遗迹, 却没有结出圣灵果子, 就是本末倒置。 就如一伙树的叶子, 是用来吸收二样化碳和阳光, 为树木提供养分, 令树木结出果子。 所以, 神在圣经中一直强调, 祂再次离世间的时候, 是期待全人类交上果子, 而不是叶子。 以赛亚书三十七章三十至三十二节, 以色列人, 我赐你们一个证据, 你们今年要吃自生的, 明年也要吃自长的, 至于后年, 你们要奸重修割, 栽植葡萄园, 吃其中的伙子。 由大家所逃脱如性的, 仍要往下扎根, 向上结果。 必有如性的民从耶路撒冷而出, 必有逃脱的人从石安山而来, 万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 耶利米书十七章八节, 得必像树座于水旁, 在河边摘根, 严热来到, 并不惧怕, 叶子仍必清脆, 在干汉之年毫无瓜泪, 而且结果不止。 现在我们就明白, 为何圣经提到叶子, 亦同事提到果子。 因为叶子就是恩赐, 而果子就是性格, 但神在永恒中收取的, 绝对不是叶子, 因为叶子本是神所赐予, 所以, 其实神只着眼于我们所结的果子, 就是性格。 主耶稣在马克福音十一章所做的, 就是周座只有叶子, 没有果子的无花果树。 因为这些人没有珍惜神吸养他们, 一次又一次付出, 杀种和牺牲的机会, 为神结出果子。 相反, 只利用神吸养的恩赐, 不断建立各种使自己成功的成就, 为要在别人面前炫耀, 得着肉身利益。 就而现今众多外间教会, 正因为他们没有调整自己的内心, 是希望长出令人注目的叶子, 却没有结出果子。 并且他们的败坏, 就如经文所说, 是由他们的根开始败坏和枯干, 因为他们没有从根基上, 扎根在神的话和圣灵提供的活水, 建立一个健康的熟灵生命。 马赫福音十一章二十节, 早晨, 他们从那里经过, 看见无花果树连根都枯干了。 因为神体见他们的内心, 没有结出果子, 所以神就让他们由根开始枯干, 断绝他们一切的熟灵供应, 任凭他们与神的话和圣灵的活水断绝, 让他们在熟灵上死亡。 现今普世的灵恩教会, 只强调恩赐、能力和名利, 他们就是一群指掌出叶子, 没有结出生命内涵和圣灵果子的巴难。 但是, 那些不接受圣灵充满和恩赐能力的基要教会, 甚至是连叶子都没有, 更黄论是结果子, 为什么呢? 当我们了解一伙树是如何生长, 就会知道当中的原因, 树要成长和结出果子, 首先要由根部吸收水分H2O, 和泥土中的淡N, 和氛P, 再加上树叶吸收空气中二氧化碳, CO2和阳光, 产生光合作用, 当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分解为碳和氧, 叶子吸收的碳原子C, 水中的氢原子H, 再加上泥土中的淡原子N, 和氛原子P, 就构成树木和果子成长的最重要有机元素, 然后叶子就会将氧气释出, 为地球上的动物提供氧气, 所以, 如果一伙树没有叶子, 就是没有生灵的能力, 就不会成长, 也没有可能结出圣灵的果子, 很多基要教会都会指控灵恩教会, 只看重能力和神迹, 不看重性格, 但以上原理它让我们知道, 没有接受圣灵充满的基要教会, 因为没有叶子, 所以它们比灵恩教会更加没有可能结出果子, 现在我们就明白, 为何在1996年商量水事件之前, 虽然日黄牧师已经能够惯常在聚会中因此运作, 甚至, 曾带队到东南亚举办为会众架委的神职聚会, 当时可谓一鸣惊人, 但在1996年至2005年举办雪的聚会期间, 长达九年时间, 神却禁止日黄牧师在公开场合为别人恩赐运作, 为何神会这样要求日黄牧师, 要他停止公开恩赐运作九年呢? 当我们知道圣灵的恩赐只是业子的话, 我们就会明白神的心意。 没错, 因为神要日黄牧师和食安教会结出更多果子, 甚至商量水事件发生之后, 亦不可以用这些恩赐证明自己是来自神, 因为神要在当中骷恋我们, 将我们的资子修理干净, 使我们的结果子更多, 配得得着神更大荣耀。 约翰福音十五章二节, 凡属我不结果子的资子, 他就简去, 凡结果子的, 他就修理干净, 使资子结果子更多。 所以, 我们在神面前, 不应该只求恩赐、高声、 命力和别人的称赞, 更加不应该推崇这些 只强调名与地位的宗教家, 因为在神面前, 这一切都只是业子, 而不是神唯一体重的果子。 现在我们就更加明白, 为何神早已运入黄牧师掌握了恩赐运作, 但却又要求他停止公开为别人恩赐运作特九年, 甚至一段长时间, 不能够用恩赐证明自己是离之神, 更值着商用水事件, 收回石安教会在外间教会中的一切名声, 当我们得着腐足和同心, 又要求我们为千年重储粮, 为全球性海岸线事件的预测, 而不想大旅行和大度假, 挑战我们经济和时间上的付出, 更令当中部分人因此背叛而离开。 原来, 这些都是神对石安教会的修展, 要我们结更多果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